最近大鴨在网上自爆 曾经被黑人性骚扰 在网上掀起一阵讨论风波 也让许多人关心起 黑色惠美美的情况 其中就有网友发现 所有美美之中丫头发展的最好 今年来服业开不停 跟市首摇饮料店 在全球就已经有400家分店 事业可说是超级成功 丫头日前更发下好语直呼 今年的营业额一定可以破亿 他也透透其实自己在2020年 就已经规划好事业目标 无奈遇上疫情暂停了一下子 不过很开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丫头也期待未来可以继续扩张事业版图 希望把这个手摇印打造成国际品牌 但网友们纷纷大赞直呼 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而荷包赚满满的他被问到 有没有想在国外置产 他则表示如果未来有机会 想在日本纽约买房 感受不一样的国外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